窗里窗外 台 风过后 家门前的那条小河暴涨 前面村庄的三个鱼池 也受到大雨的遭殃 一条条鱼往外流去 许多人就在河口捡现成的 小孩子们打水仗 我只能趴在窗口 望外头的景致发呆 真想撩起库馆去抓鱼或打水仗去 谁教我这几天的感冒胃好 正在幻想之际 窗口站了一个男孩 小鱼 发什么呆 出来玩水吗 阿芳双手抓着铁窗笑着说 不行啦 人家感冒还胃好 我气嘟嘟的别起嘴来 那我去你家陪你 转身 阿芳便来我家了 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 阿芳长我四岁 他念国二 我小学四年级 住在我家楼上 他没有妹妹 所以 很疼我 小鱼 别在窗边 会住凉 来 坐我旁边 我说故事给你听 我顺从地走过去 坐在他身旁 专心地听他说故事 这是小时候一幅很温馨的画面 不知从何时起 这样的画面便停顿在那儿 以前 放假时 阿芳总骑单车在我四处玩 教我打乒乓球 找他同学 说故事给我听 国三的功课压得他每天好晚才下课回来 星期假日也是到学校去 心里只恨恨地想 为什么要有联考 害得阿芳不能陪我玩 日子久了 也习惯了 那份感情也淡去 一直到放榜 都很少看见他 暑假结束了 他念高中 而那所学校并没有原先预计的好 意志便很消沉 常常见了人阿里布里 我也读了国中 算算也长大了 闭塞时期 也很少打招呼 心里却有份缺憾 我上了国中二年级 听大姐说他留级了 心里一阵难受 想与他聊聊 但又很少碰面 也就一直割下 在一个夏末的午后 自己一个人在客厅看电视 背对住窗口 感觉出有人站在窗户外面 猛一转头 惊讶大叫阿芳 手指住他 于是我扳过身 细细看住他 而那次台风之后的那幅情境 忽地 浮在眼前 所不同的我们长大了 好久不见了 阿芳穿着制服 还背住书包 可能才刚下课 他摘下大盘帽 遮住胸口 怕我知道他留级的事吧 别遮了 我都知道了 我笑笑地摇摇头 于是 他将书包和帽子 挂在旁边晾衣服的竹竿上 我专心看他 他变了好多 留着平头 大眼 鼻子好挺 轮廓更深了 小鱼 你看什么 他不耐地叫 阿芳 你变好多 快不认得了 他趴在铁窗上 笑着说 你还不是一样 小女孩长大了 小时候的感觉又回来了 一幕幕在脑海中更换 交错 有没有人追你呀 阿芳怪怪地问 那有呀 我可是乖小孩 我头养得高高的 那你呢 应该有女朋友了吧 她的脸突然暗了下来 叹了口气说 刚刚失恋 勾起我的好奇心 说给我听吧 像小时候一样 总爱听她说的故事 没什么了 她叫钟惠美 小我一见 每一天坐同一班车上下课 想追她 可是她不理我 原来如此 这样就失恋了 我嘲笑她一番 有一句 没一句的扯住 距离也拉近了 之后 她放学时 便会与我在窗口聊天 告诉我一些学校的趣事 最重要的是 她和钟惠美的交往情形 阿芳打电话找她不方便 我变成了中间人 持续了一年 我们一起毕业 一个成了高四 一个成了国四 两人都选择了补习班 这一年对我们很重要 每天都念到很晚 在窗口聊天也成为一种奢侈 这种天天天天的生活 过久了也因公事化而习惯了 我念书的地方在后面 跟客厅 卧室有段距离 可以说是自成一局的小天地 每夜 扭开昏黄的桌灯 便是苦熬的开始 灼前有窗户 窗外是一大便空地 右手边又有一口小窗 转角处 重有黄金格 在铁窗上爬着书书落落的 过了午夜十二点 独享的夜 才正开始 有时自我放逐 不念书 不想其他 只是呆呆地做 或是流泪 享受灯下的世界 阿芳参加他们补习班的晚自修 回到家便也十二点了 他骑机车经过 看我灯亮着 便会与我打招呼 有时恶作剧 再老远就熄火 躲在窗口故意急促地呼吸 或怪笑 好几次都差点被吓到 有一回 他的生日前夕 他快一点钟才回来 看我灯亮着 便停下车 与我聊天 小鱼 明天是我生日 你看我女朋友送我什么礼物 棒棒糖 他打开书包 高高举起棒棒糖 转呀转 五颜六色的 漂亮而精致 上面还挂了铃铛 黑夜中 当当的声音特别响 我祝你生日快乐 惠美真可爱 送这么鲜的礼物 他眯住眼 好满足地笑 聊着生活的琐事 功课准备得如此 互相鼓励了一番 所以 每晚 在近十二点时 远处传来机车的声音 便知道是他了 总有一番期待 在黑夜中 一年的七月底 所有的考试完结 也是放榜的时刻 心情总是烦躁不安 许多的万一 都得慢慢考虑 我去补习班拿了成绩单 导师也指点我读那 自己心里便有个底案 心一定 便可以放开心去玩 念我心爱的小说 和以前的同学联络 将日子填得满满的 这段日子 似乎都没有阿芳的消息 而他考得如何 也没听谁说 一直到八月中旬的一个午后 天气闷热 我刚去学校注册回来 扔下新书 新书包便跑到巷子口吹凉风 阿芳正巧下楼 从巷子口走过 两人相识 几乎都吓了一跳 怎么好久都没看见你了 到底考上那会美呢 我拉着他往十凳上坐 他的眼神很阴神 还有黑眼圈 脸色还很审重 苦笑着说 我 右手十指指住自己 便又是一连串的摇头 志愿卡田了 但希望渺茫样 不过明天要北上 去景观学校体检和面试 而惠美重考 他将头埋在膝上 我拍拍他的肩 他忽然抓住我的手 将头靠着我 脸颈感觉到他热热的呼吸 小鱼 你对我真没有一份特殊的感情吗 我顿时冷住了 只想抽回放在他肩上的手 而他却抓得更紧 我 我怎么会有呢 更何况你和惠美已经那么好了 我一说完 便站起身来 用力抽回我的手 不敢直视他 对你恨恨抱歉 我知道你也是很喜欢我的 而我 雨墨声音渐小 几乎听不见了 接着他叹了好大一口气 我仍然背对住他 一份从来没有过的窘困 这时成为横在我们之间的一道墙 他搬过我的身体 拉起我的双手 我头垂得很低 背脊一阵灼热 脑子一片空白 只觉得好慌乱 明天我就要走了 我有一个要求 亲我一下好吗 我几乎要昏厥了 他将头靠向我 巷子口只有我们两个 风很大 我没那份勇气 若是我很大胆的话 我会亲他的 我只觉得这对我太突然了 我只抽出手说 希望你的面试顺利 旅途愉快 我转身跑回书房 也不清楚方才说了什么 坐在桌前 黄金格仍然翠绿地攀在窗口 阿芳的话却不时出现在耳机回荡 这下子思绪无法平复 他的字字句句是那样的明白清楚 隔天我几乎用小说和睡眠来麻醉自己 一点也不去像昨天阿芳说过的话 可是他又清楚地在脑子里重复 骑着单车去追风 还是忘却步了 或许在潜意识里 我真有点喜欢他吧 难道对他真的没有一份特殊的感情吗 找了好多理由来否定 找了些许借口不承认 晚上七点多才因疲倦而回家 心想他可能走了吧 不料他却在巷口等我 我跳下单车 将车子停靠在墙上 急忙跑回家躲他 他却一跃荡在我面前 小鱼 你存心要躲我的吗 我推开他 跑回家去 他没跟过来 我马上泪流满面 起他弄坏我的心情 恨他为什么有了惠美还来招惹我 这么做是为什么 家人知道我情绪不好 便也放任我自意游荡 一脸好些天 精神总是恍恍惚惚 九月初学校也快开学了 阿芳读三专去了 还记得 他要北上的那一晚 明知道他要走了 也很好地不去说声再见 他几次来找我 我也没给过他好脸色看 那晚 我在书房听着三毛的那卷回声专辑 窗口有个人影在叹息 我拉开窗帘看看 阿芳就站在窗外 小鱼 不要躲我了 以后 再也无法说故事给你听了 夜晚也不会有人来吓你 我也不会再来打扰你 你长得很可爱 上次给你打分数59.4 让你无法四舍五入是逗你玩的 今后 交朋友小心 阿芳走了 再见 我看见他背起好大的一包旅行袋 瘦瘦的身影 被巷子的路灯拉得更细长了 等我回过神时 以不见他的眼 我看看手表 21.3克 我丝毫不考虑地冲出去 跨上单车 直奔车站 我远远便看见是他 到我刹车停住在他眼前 我一直没法子去分析自己对他的感情 他温柔地注视住我 我放下单车 拉着他的手 踮起脚尖 我亲了他的左夹 真的 好声好长的一吻 不管行人与车辆 此刻 依稀旁复见到一个小女孩趴在窗口 一个小男孩深情的凝望